除了欣赏山区的壮户美景 来南投更不能错过原住民美食 尤其这烤大猪 可是信义乡布农族近年来发展出的独特产业 而当地的原住民部落已经有不少人投入经营了 为南投的观光注入了一股新的火水 而县府原民局也独步全国 将要举办全国首建的烤大猪专业认证 为此还开办了相关研习课程 辅导部落居民来提升专业技能 希望未来南投的烤大猪 能够像屏东万轮猪搅拌成为必吃的地方美食 烤大猪可不只是将猪挂在炭火上烤那么简单 从猪肉挑选开始 每个步骤都很专业 县火原民局将举办全国首建考大猪认证 特别开办研习课程 教导有意考证民众相关的技能和知识 重点是要看他们的流程 但是烤的话一定是要特别注意 就是它烤出来的肉质有没有熟 如果说你烤得不好就会烤焦 或者是你稍微没有注意的话 那个烤会会烤比较干 目前南投县也是全国从事这项行业 人数最多的县市 县火原民局特别为此举办认证考试 希望打响南投烤大猪的品牌致命度 除了就是专业的考诸知识之外 我们还要最重要就是我们食品安全的部分 希望透过我们官方的认证 可以把我们考诸业者 作为更专业的方向去前进 那另外原住民的考诸的知识 其实是一个专业 我们也希望透过官方认证 可以把原住民专业的认证 把它建立起来 原民局举办这项认证 引起不少部落居民高度兴趣 报名相当踊跃 更希望借此 展现原住民特有的文化产业与专业能力 来这边学习这个认证是因为 有助于未来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文化才能 然后也可以做成我们这个创造经济来学习 本来就是我们的文化嘛 也当然就涵盖了所谓的狩猎文化中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含义 所以我想说刚好就有这样的一个认证了 来做一个文化的传承跟创新 原民局强调 通过认证不止大猪要考得好 相关食品安全卫生知识也必须具备 透过认证制度的建立 也希望考大猪 成为有南投必吃的特色美食 记者王昭盛南投县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